李萱 李萱 给你介绍一下 朱组长的朋友 知名画家田修淳 著名的 认识 那你现在一个人在这身闷气 那你怎么不去问问他 到底有没有跟那个画家在一块 我问他 你让我问他这些 怎么问 谁啊 萱组哥你帮我开一下门吧 好 来了 这是谁啊 没人 李萱 李萱 你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不怪风至今 今天这事 他没完 现在LOP跟你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了 我能给你的 也能拿回来 你利用李萱对你的信任 霸占了LOP 我们LOP 永远有你的一份 永远的三人 我就是要往他身上插刀 高建宏 你听好了 背叛的人 总得付出点代价 李萱 三年前你就是这样 我一直后悔没有拦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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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字母的意思是什么 这是我对公司解零的 幸福和力 你难道不是LOP的Princess 打火给予公主群啊 真挺羡慕你跟李萱的 能为了一个名字死磕到底 他们不知道这个名字里 蕴含了多少热情和理想 从今天起 把LOP拿回来了 李萱跟我们都不一样 有着明确的目标 杀 她太有忠情 很难不被感染 她往往天才 她有一半的魔鬼的化石 那LOP和国内游戏顶尖 你们是斗不过老高的 你不能低头 我没许 单枪匹马的 爬不了山 我在哪儿 那里就是山地 大家吃早餐 这么好啊 谢谢组长 谢谢组长 这本书你尽快看一下 这书上有什么不懂的地方 你可以问我 走啦 拜拜 明天见 这下班不积极 思想有问题呀 你不走啊 这都扔垃圾桶了 还能吃吗 我扔了吗 我扔了吗 那边还行 李萱 找 有人探视 他就觉得 他真的好吗 好吗 那他还没想到 你 太好了 我扔了 我扔了 你 他 有什么 我扔了 我扔了 中文字幕——YK 我联系了几个律师 他们说 如果你二审上诉的话 有可能把刑期降下 你在干什么 我想帮你 不用 这就是你的计划 你瞒着我的事情 对不对 你做的一切 你所有的反常 就是为了把我推开 自己去报复方知情 是不是 公主 你真的很聪明 你什么时候开始这个计划呢 从一开始 六年前 从我站在你家门口的那天晚上开始 想不到 还是理解不了 有些事情你确实无法理解 你没尝过不幸的滋味 我妈被迫从ICU转到了普通病房 死了 为了生情 李南换到了偏远郊区 也死了 在你眼里 我不过是个站在你家门外等着求情 等着被施舍的人 你记得我原来跟你说过的话吗 你这人太假了 你和我在一起 你只是为了满足 你自以为高贵的同情心 你自以为高贵的同情心 对吗 怎么样 靠江洪送李寻舍里骗走了LLP 他们不是很好的朋友吗 什么感情最终都是靠不住的吧 修竹哥 你帮我一个忙呗 说吧 虽然怎么说好这次回来 不管怎么样都不改变计划 你就直接说但是吧 但是你可能要一个人开车回林药了 然后呢 然后你可能要一个人和我爸妈吃 吃饭了 好 那我就跟叔叔阿姨吃饭的时候呢 跟他们讲一讲咱们这两天的经历 跟他们讲一讲你跟李寻 是如何不期而遇的 然后再讲一讲LLP公司的事情 最后我再跟他们讲一讲 我们这个失而复得的钥匙 你就帮我争取一下时间 我处理完事情就回来 你还处理什么呀 你还要去见他 我和李寻已经结束了 他把钥匙留下 就是他想告诉我的一切 他想把这段感情 留在该要忘记的地方 那你们之间还剩什么 这家公司是我们曾经的梦想 我不能放这LLP不管 我得在建里寻一面 说得好听一点啊 你这个叫自欺欺人 说俗一点呢 你这个叫自己作死 人呀 要往火坑里跳 总会想一些光勉堂皇的理由 你还不如直接骂我 要骂也是骂我自己好不好 我说过 我的预言很准的 那你答应了 没有 你想想 你让我自己去跟叔叔阿姨 去吃饭 这不是鸿门宴吗 那我妈要是知道了 明天早上肯定站在房门口了 那 你就考虑一下嘛 那明天一早上 阿姨这电话一会儿就追杀过来 那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那我就跟阿姨说 我说阿姨 有一个朋友来找我了 从国外回来的 我呢 就带你跟我一块儿去见他 跟他要耽搁两天 厉害啊 这叫逼良为娼啊 那厉害 那你打电话 你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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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要动 你这也是 我来 至于吗你 这是互联网大会 又不是歌迷会 干嘛呀 你声音小一点 你们不是不知道 现在的粉丝有多疯了 那混蛋真的会来啊 互联网大会是 最重要的行业活动 有名有姓的公司都会来 而且要批示主办方 高健侯和方志进一定会来 只要他们两来 李逊一定不会走过 来 进去吧 来 进吧